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开始大家提问 对于刚才我们各位演讲嘉宾 你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时候都可以提出来 当然需要举手示意 然后我们可以把话筒递到您的手里 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名字叫袁忠呼 我现在在多大 多长多大学教书 教宗教方面的 听了这几位嘉宾的讲话之后 我有一个感想 就是现在大家讨论的问题 信仰与人生到底是什么叫信仰 信仰的人生 信仰有几种 我的理解应该是有宗教信仰 有人文信仰 如果咱们把这个信仰 分成宗教信仰跟人文信仰的话 很多东西就比较好理解了 比如说刚才几位代表 有代表基督教的 有代表佛教的 有代表道教的 这些信仰基本上可以归在 宗教信仰里头 但是没有信仰 没有宗教 是不是就没有信仰呢 回答是 我一定 现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 儒家思想 它也是一种信仰 但它不是宗教 道家里头呢 道家更有倾向于 宗教人文方面的东西 而道教倾向于宗教信仰 这里几位嘉宾谈论当中 其中我发现大家 其实有共通的地方是什么呢 通过一个字就是道 道可以贯穿 刚才几位嘉宾所讲的内容 第一位嘉宾杨传道 讲到这个道 是不是 然后我想问杨传道一个问题 你刚才讲到这个信仰 是人与上帝的关系 但是对那些没有认识上帝人来说 是不是说明他们就没有信仰呢 这是一个问题 你可以稍微等一下回答的问题 另外呢 你讲到这个 有个问题想你回答 就是圣经里头讲到 耶稣讲过 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如果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 从一个基督教的传道者的角度 怎么看待其他宗教 他们认为 其中有一位嘉宾讲到 那个道士的万法 他讲到这个 朱本峰先生讲到的万法归宗 那个 那个法师 赵王法师是吧 赵旭法师 讲到那个 命运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基督教的角度 怎么回应他们这种说法 谢谢 谢谢各位嘉宾 刚才可能有一点不好意思 因为刚才那位 我很尊重他讲的 一个就是我们华人的 一个尊重习惯 我当时以为他是在批评我 因为我正好把手机打开了 一下对着我了 我这话真好是 对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常常犯罪 所以呢 因为我为什么要打开手机呢 因为他讲到那个道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段经文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段经文找到了 好 没关系啦 那个回过头来说 首先我回过来谈我自己 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尊重 我来加拿大十多年 我还没有拿到加拿大的这个 passport 我对中国文化是非常尊重的 那么刚才这位先生也提到了 这个信仰的问题 我觉得 我们人要追求信仰是因为 上帝造人的时候 我们知道创世纪里面提到 吹了一口气 吹了一口气来 人就是有灵的活物 区别于所有的动物 所以人呢 不管在哪个国家 哪个文化当中 都在努力地寻找信仰 这个是一个基本事实 那么 从基督教信仰来讲的话 上帝只有一位 找到这位真正的上帝 才找到信仰 所以我不排除 其他人都在追求信仰 也会把他们找到的 就是理解为信仰 这是很珍惜的 对中国文化很多年都是在追求信仰 那么 我很尊重中国文化 就是大家知道在 天主教到中国的时候 大概是唐召的时候 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叫利马斗 他到了中国以后呢 他有一个很伟大的发现 这个人是利马斗是耶稣会的一个修士 耶稣会是什么人呢 是等于是教皇的保镖 一群队伍是文武双全的人 都是长得牛高马大又英俊 又潇洒又有学问 他们把钟表术 把西方的科技带到了皇帝拉里 圣子拉里建立神学院 但是他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说 他说 中华民族是在世界上少有的民族 在道德上没有缺陷的民族 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民族 上帝对这个民族有特别的一个安排和旨意 他们也在努力地追求信仰 所以我们还有 我们到西方取经的佛教 然后呢 或者是我们土僧土长的道教 那么这一些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大家对信仰的追求是一致的 那么但是最后呢 我们能不能够到一起 那么这是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自己对这个的看法 我不知道回答到 刚才我们这位 这位学者的问题 好 非常谢谢杨传道的回答 好 非常谢谢 我们接下来还有哪位 有提问 可以举手示意 对刚才我们几位演讲者 大家呢 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都可以提出来 特别是认知上的不同 都是生产制造的 在这些所有生产制造过程中呢 你完全不讲因果 不讲逻辑 不讲时间顺序 那么根本就做不出来呀 是不是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去 就是我就要信了 就要信了 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 我就信念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靠信念我就高兴了 我就高兴了 那你管不着 就这样 好 非常谢谢铁木尔 现在有人想要向你提问 请讲 铁木尔先生 我今天想信你的笑 那个我叫蔡文宇 我叫三立菜 我是从台湾来的 我是一个生长在一个 子不与怪力乱神的家庭 那我有两个问题 我先问你一下 第一个 我可不请教你的年龄 因为我要确定 你比我年长一点 所以我要跟着你的信 五十五岁 五十五岁 OK 你比我年长 你大了一点点 所以我可以信你的宗教 第二个 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没有明确中间信仰 那说你信睡觉的好了 OK 第一个 我想讲一个故事 然后你可以选择今天回答我 或者是选择以后再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奶奶呢 我是福建人第五代的台湾人 我的奶奶从来没有上学过 然后从小呢 我们都是道教长大的 都有一个菩萨在家里 我从小就看到我奶奶 家里田里面的收获不好的时候 她就去拜拜 过年的时候就去拜拜 我出生的时候杀钱死掉 我曾祖母就叫她去拜拜 我从小都看他们去拜拜 然后我联考的时候也去拜拜 什么都拜 然后呢 我就觉得很纳闷嘛 我子不宜怪力乱神 我就觉得为什么怕老是拜 没有读书的人都是这样子 可是我奶奶过世的时候 给我很震撼 我觉得呢 她非常的安详 所以我陪在她旁边 然后呢 我看着她 我说阿嬷 我用米南语讲话 我奶奶听不懂国语 我说阿嬷 你怕不怕 她说不会 菩萨在那里等我 我就觉得乱讲 不知道在哪里 我没看到你怎么会看得到 可是她那个样子非常安详 那其实我的问题是 我问过方立志教授 这个同样的话 你看她的学问够多了吧 可是呢 她在晚年的时候跟我讲过一句话 因为我跟她的儿子是死党 我很好奇 我对她非常非常挑战 我说 我说方伯伯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她只有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 为什么所有的学问 到最后叫做哲学博士 她说 Stanley你回去自己想 她就把问题丢给我 OK 然后呢 所以我要问 同样我要问你一句话 我奶奶认为呢 终其一生 她不确定是不是有神这件事情 可是从小到大 她都把她认为是真的 所以她的生活 是依赖在她的宗教信仰 然后她是个好人 她是个非常慈祥的人 她不一定很有钱 然后她死的时候非常安详 这个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撼 那我想问你的问题是 What if 我只说what if 如果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两个同时上去 然后那里有一个 Someone 他们叫God 或者是Buddha 你要怎么办 OK Anyway 你可以回答我 也可以等一下再回答我 我还是选择现在回答了吧 因为有悬念大家睡不着觉 那么是这样 这个呢我刚才十分钟讲的呢 已经说了 就是说只要有人类存在 宗教是 总是可以存在的 是有用处的 就是说呢 信念 安慰 对于我来说呢 刚才这位女士说 我信什么 我什么也不信 为什么呢 因为 我随时准备 否定现在我所认为是对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能现在没看明白 后来又看明白了 我一个信念就是 我允许我自己不停地否定 那么任何一个宗教 只要你进了它的殿堂 允许吗 不允许 以前我那个 在圣那个 就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 我在德国 我主动投上门去 我以为可以讨论的 我一说话 别人就怼我 就推我 不要乱说 我就知道 这不是可以讨论的地方 那么我就不信 好 谢谢田文 接下来 非常感恩 今天这一次的分享 我刚刚从大陆过来 当然我马上要回大陆回去了 今天这个活动 让我认识到了 或者说有一个 更多的这种信仰的交流 我非常地赞同那位新生 我也还不清楚那位新生的 对 因为他的那个理论 在我自己的人生的信仰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我们在佛教的认识当中 我自己出家16年 我一直在出于学生的状态 可以说我自己也在不停地否定 我自己的信仰 然后我会一直在寻找佛陀 他告诉我们究竟的真理叫什么 因为我们 在我自己在佛学院 或者后来在自己在山里面 在修持的过程当中 我会认识到 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认识 它是有相对的真理 和绝对的真理的两种状态 当然这种语言表达本身 它也只是相对的 到达佛陀的经理 所以我们佛陀在讲 刚刚法师在讲的时候 他说心佛和众生三无差别 那这个三无差别是什么呢 也就是当我们到达佛的境地的时候 它不存在着 我们还需要用一个相对立的东西 来表达它是真理的状态 那我作为佛教徒 我们在追寻的 我们所获得的那个平等的状态 我们把它称之为大平等的状态 那这大平等的状态 就是我们在追寻的 或者说佛陀 他自己所正道的一个国位 如果说在座的每一位 通过这条道路 佛陀他自己所走过的道路 和我们祖师大德们 他们所走过的道路 他们可以到达 那一个我们按照他们所走的道路 我们也可以到达 那这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一条道路 那这个道路 它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刚刚法师所讲的 当我们把所有善的部分奉行 把恶的部分遮止 然后通过自我的抉择 我们叫自尽其义 那我们就会到达那个点 那所有善的部分 我们说对自己和对他人有帮助的 这就是善的部分 对自己和他人没有帮助的 或者有伤害的 那这就是恶的部分 我们以此来抉择 那后面的近的部分 干净的部分是什么 我们慢慢地就会追寻 我们就发现说涅槃 涅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OK 谢谢 好 非常谢谢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